比賽就如黃英哲所提到的 遇到的是實力比較弱的菲律賓跟印尼 因此在整個陣容方面都做了蠻大幅度的一個更動 但是日本隊由於成軍的時間來講是比較短暫 所以也逐漸會隨著比賽來調整出他們的最佳陣容 打擊輪到第二棒擔任游擊手的平野會議 那在韓國隊方面今天是決定跟日本隊等 採用木棒來做擊球 其實他們也有所準備 除了他們兩種球棒都有帶之外 昨天他們是輪控修兵的情形之下 也趕緊的找時間做木棒的一個打擊練習 所以事實上韓國隊在這方面 不但是有口頭承諾方面 有達到他們的一開始的一個宣誓的效果 那另外他們也做了一些萬全的準備 目前是一出局壘上沒有跑者 一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平野會議目前球數方面是沒有好球 兩個壞球 所以在第一場比賽敗給了中華隊之後 其實韓國隊現在當然他可以打的主意是 如果說在最後還是必須要打 就二三名的準決賽的話呢 那這樣比賽是不是要用最好的投手來對付日本隊 不過從今天排出來的先發陣容來看呢 以趙榮俊來說 他應該是在韓國隊這次陣容年輕化的球員裡面 算是國手經驗比較豐富的一位 至少他在上一屆99年的亞錦賽呢 在韓國隊有徵招職業球員的情況之下 他以業餘球員的身份也入選到國家隊的陣中 算是連續兩屆都有參賽 球數方面目前是兩好球兩壞球 一出局壘上沒有跑者 趙榮俊面對的是第二棒的平野會議 當然今天在日本隊的打者方面 這個球事實上是有機會形成不死三陣的 但是平野會議呢好像已經覺得自己揮空了 準備要往休息室走的進行之下呢 也來不及往一壘衝了 紀錄上呢還是要計一個K 目前形成了兩個人出局 我們來看一下曼龍俊的重播 這應該好像感覺投了一個變速球 這個球墜的幅度很大補手 也沒有接到 不過感覺起來好像是 好像是一個插棒球 好像有點折到 但是是打到手套還是打到哪一個位置的 不過裁判呢是判定揮棒落空 目前是兩個人出局 我們後來呢 很多網路上其實很多球員有想像力很豐富 一直說當天回來TV台 為什麼不多做幾次慢動作的重播 是不是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 那個判決其實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想太多了啦 隔天我們就做100次給你看了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因為就算出現什麼狀況 也不會用這個VCR來改變判決 事實上我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一個事情 也不是說因為回去就重做簡介啦 對天才播 所以最主要那天其實 本壘的主審裁判是日本級的 所以說他也沒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 那最後那個林志生滑回本壘的確呢 是非常接近 但是呢 從我們看的很多角度都是早一點點回到了本壘 那在剛剛的這個三壘方向的一個強勁的安打 我想三壘省站的位置也看得非常清楚 他就直接站在這條壘線上面 那正面的一個判決呢 也是不會有任何的差錯在 所以說呢在剛剛韓國隊我想也是可能就選手的要求吧 出來瞭解一下 那這支安打的判決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錯誤 四局的上半這時候第二棒的評野會議呢是頻頻的擺出短棒 不過如果沒有記錯也顧這個好萊塢的店好像是什麼 桃色風雲搖擺狗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專門做一些剪輯的畫面 然後改變一些刻板的這個印象 或者是到媒體有一些產生回憶 不過我想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回去重做這些事情啦 因為雖然科技是做得到 但是一點都沒有必要 因為棒球是以裁判的判決為主 而且當天的裁判都不是國內的裁判 他是日本級的裁判 那我想他一瞬間的這個判決 我們後來從不同的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慢動作 事實上是非常的清楚的確他的判決是沒有問題的 在四局的上半 不過韓國隊在各方面他其實都斤斤計較了 那我覺得在這方面 事實上是我們有時候中國人都啊 清菜啦 隨便啦 其實很不好啦 我覺得有些時候該陣的時候就是爭到底就對 這個球點 投手下球之後看一看只能夠選擇傳一壘 將打者給自殺 拼演會議是一個成功的犧牲短打 把二壘上的四隻公兩劍呢 送到了三壘上 所以熟悉特別是投手 可能都是主要這個情報蒐集的對象 我想 相信日本隊對趙榮俊絕對也有相關的一些錄影帶 或者是這個書面的資料 那韓國隊十川雅貴應該也有這方面的情形 但是呢真正能夠掌握住呢 恐怕也還是要看臨場的發揮 結果一上場的 平野會已經呢面對 新上任的左投李俊呢 毫不客氣打第一個球 這是抓到 投手的一個心態呢 結果是達成了一個穿越安打 這也是今天呢 日本隊團隊所出現的第五隻 所以雖然不是這個中途換上來的中繼投手 不過一般來講打者呢 比較聰明都會抓對方投手上來 第一球想要搶吼球出這樣的心理 當然投手也可以做反制啦 不過剛剛至少是平野會議賭隊的 這個韓國隊該煩惱的 還是發生了 但是呢 這個別人擔心的事情沒發生 就是韓國隊的攻擊火力 所以今天呢事實上是 用了木棒之後呢 並沒有很好的一個調適 所以就 光是這個木棒跟鋁棒之間的一個 整個運用方面呢 不過如果把這個木棒的一些 正確的擊球觀念呢 到時候他事實在拿出鋁棒 搞不好發揮更好的效果 這可能也是比較難以捉摸的地方 但以這場比賽來看呢 這個攻擊力幾乎是很稀弱的一個狀態 所以反倒是日本隊呢 即面對菲律賓跟印尼呢 兩場比賽都打出了 十支以上安打 一場比賽是打了十四支 另外一場比賽打了有十七支 那今天這場比賽 面對韓國隊的三任投手葉金 敲出了有十支的安打 所以攻擊方面呢 反倒進入加進 哇 雖然一開始今天呢 這個守備是出了一點狀況 但後續也都越來越穩定下來 這對於 中韓兩國呢 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打擊的是平野會議 場上投球的是韓國隊的第三任投手 李仔英 一壘上的跑者是四支公洋界 偏外側偏低的球要來調打者 並沒有奏效 那我們在前幾天的比賽也提到呢 這個南韓隊主要的一個 本來要入選的兩位年輕投手呢 又受到這個美國職業球隊的一個青睞 這個到美國去追尋美國夢了 所以這次並沒有隨隊前來 投手戰力是受到了一些影響 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普龍澤呢 退後將這個飛球給接殺 形成了一出局 跑者呢 當然沒有辦法往前推進 明天在 台北線新莊球場 繼續有兩場預賽要來進行 也跟大家來再做一下報告 分別呢 在明天中午的12點鐘 中華隊出戰印尼隊 那另外還有晚間6點鐘 韓國隊出戰菲律賓隊 那這兩場比賽 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球場來輕鬆的看球 那未來體育台屆時 是不做轉播的一個服務 那現在其實轉播都是也是要動用到資源 那最近大家可能在未來體育台留言板 又開始說 啊這個比賽不轉啊那個比賽不錄 就好像這個總會顧此失筆 但我們明天呢 在晚間這個主時段6點30分 將為您呈現的是在台南的上司 本週三連戰的第一場比賽 也是林一森呢 執掌兵服的第一場比賽 要對擺勝的這個 過去的這種 剛好是一個快腿跟鐵補的一個對決 當然是在場邊的對決 我想也是相當的有看頭 那歡迎觀眾朋友在晚間6點30分 鎖定未來體育台 但這個球呢 掃成了一個U2也放下了安打 這是平野呢 今天個人的第二支安打